G20峰会召开期间 拜登恐怕要愁到失眠了 虽然一度失去俄乌冲突的主动权 但普京正准备用三招重新夺取优势 乌克兰局势最终鹿死水手还很难断言 G20峰会在印尼召开 由于普京已经宣布不会到场出席 这让美方人员不用担心年迈的拜登 要是和普京相遇会发生什么的问题 不过尽管普京没有到场 此次G20峰会对于拜登而言 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场合 从紧张的中美关系 到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 再到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空前恶化的态势 哪一个放在以前都是大问题 而这些问题凑在一块 就让今年的G20峰会变得格外的不同以往 不仅如此 普京虽然本人没有到场 但他此前提早部署的三大行动 却给拜登和西方领导人出了不小的难题 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 不得不承认 俄罗斯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不利局面 俄军的精锐部队已在此前的战事中磨损严重 如今开始出现装备和兵力的双重短缺 从前线的战况来看 俄军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整体上处于战略防御 并且刚刚还丢失了南部重镇赫尔松 造成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 在于西方集团对乌克兰的大批军事援助 改变了俄乌之间的力量对比 士德乌军不仅可以持续作战 而且能够积蓄力量对俄罗斯进行反攻 但普京不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 他至少已部署了三大行动 来应对乌克兰和西方 力求重新夺回乌克兰战场的主动权 首先普京继续加强和俄罗斯盟友的合作 虽然西方呼吁世界各国制裁俄罗斯 但俄罗斯仍然能够与一众合作伙伴 保持紧密的经济合作 例如中国和印度都是俄罗斯外贸的重要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 普京还在加强与军事合作伙伴的联系 11月12日 普京就和伊朗总统来西通话 双方讨论了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经济合作项目 可以猜测 双方很可能也会讨论军事方面的合作 预计俄罗斯会继续和伊朗、朝鲜等国合作 获取军事支持 其次普京也在通过战场调整 努力改变俄军的军事态势 从赫尔松撤军 虽然是政治上的失败 但在军事上却是合理的 俄军在南线撤过地涅薄河之后 可以依托河流防御 继续在东部补给便利的地区和乌军作战 而随着俄军动员兵的逐渐加入 俄军至少在兵力上会有所改善 俄军在东部地区 还大有获得一些局部胜利的希望 最后普京还埋下了一个伏笔 那就是他正等待反对军援乌克兰的共和党 对拜登政府造成更多限制 此前共和党多个议员发声 表示反对拜登 政府对乌克兰提供如此大量的军援 有人更是声称如果共和党胜选 那么一分钱都不会再给乌克兰 而普京在9日 才允许下达从赫尔松撤军的命令 恰好卡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的日子 这样拜登就无法将此作为自己的政绩 来争取中期选举的优势了 目前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基本敲定 共和党在众议院获胜 而民主党在参议院获胜 后续共和党将有能力 对拜登的举措进行限制 包括限制拜登政府继续对乌军援的行动 从这点意义上说 这是俄罗斯的一个新的机会 若美国削减对乌克兰的军援 那么势必对局势造成显著影响 普京已经悄悄部署的三大行动 看似漠不作声 但实际上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而为 可见普京仍然没有丧失信心 现在就等待普京的三大策略是否奏效了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俄军艰苦支撑的时候 欧洲方向也再度出现新的变数 法军前总参谋长皮埃尔在电视采访中表示 俄乌冲突不符合欧洲人的利益 当然不符合法国的利益 这位法军参谋长用一句话概括观点 那就是俄乌冲突不是欧洲的战争 无独有偶 德国和英国的内部 对俄乌冲突的厌倦情绪也在逐日提升 近日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报道指出 欧盟委员会将其对2023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 大幅下调至0.3% 而今年夏季这个数字还是1.5% 分析人士指出 德国经济更是会在明年下滑0.6% 很显然随着欧洲持续为冲突买单 其后续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乌克兰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变数 11月16日波兰遭受了导弹袭击 一开始波兰和乌克兰乃至欧美媒体 第一时间指责是俄罗斯所为 拜登在G20峰会期间立即和一些盟友开会 开会之后 拜登声称导弹是乌克兰发射的 于是风向突变 很多朋友那么 波兰遭受导弹袭击到底是谁干的 我分析是美国指挥乌克兰干的 这本身就是一次精确的战略设计 也说明美国在为划分乌克兰三八线做准备 现在可以确定的有三点 一是根据导弹部件 可以确定是S300防空导弹 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拥有的防空导弹 所以嫌疑人确定为俄罗斯和乌克兰 二是导弹攻击的地点 是靠近乌克兰卢茨克的波兰边境地区赫鲁别书夫 卢茨克市是乌克兰西北部的沃伦州首府 过去这地方曾经属于波兰 后来并入苏联 三是 乌西部是美国和北约支援乌克兰的战略通道 特别是利沃夫 美国是必保的地方 否则 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缺乏支援的战略通道 美国只会设计这次导弹攻击波兰 意图何在 美国只会设计这次导弹袭击事件 事项在乌克兰划分三八线 实际控制乌克兰西部地区 战略意图总体上体现三点 一是在乌克兰西部设立禁飞区 美国和北约不敢在乌克兰全境设立禁飞区 但是会在乌克兰西部设立禁飞区 特别是战争打了九个多月 也到了划分三八线的时候了 既然划分三八线 美国需要抢占乌克兰的地盘作为立足点 而西部的立足点就是利沃夫 可进可退 二是在乌克兰西部出兵建立维和区 北约秘书长公开宣称 美国、加拿大、英国军队一直乌克兰参战 这相当于承认了北约军队 在乌克兰的军事存在 也算是美国准备在乌克兰建立所谓的维和区做准备 而且美国通过联合国和G20 已经将俄罗斯定性为侵略者 下一步会举起正义的旗帜 在乌克兰西部建立维和区是必然的举措 美国和北约一旦在乌克兰西部建立了维和区 意味着利用波兰、西乌克兰、罗马尼亚三国 将俄罗斯和欧盟完全隔离 所以波兰遭受导弹袭击事件 给了美国和北约军事公开进驻乌克兰的借口和理由 三世继续在舆论上抹黑俄罗斯 这次波兰遭受导弹袭击事件策划得非常巧妙 不得不说美国玩阴谋有一手 导弹是乌克兰发射的 避免了北约和俄罗斯开战 而美国防长奥斯汀和北约要求俄罗斯为此事负责 有理由公开进驻、实施维和 所以在舆论上对美国和北约有利、对俄罗斯不利 波兰遭受导弹袭击事件 看下一步的动向 波兰突然遭受导弹袭击 这件事关键看美国和北约的下一步 才能证实美国的战略意图 和本次事件真正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一是美国和北约会宣布在乌克兰西部设立禁飞区 部署防空导弹和实现战机巡航 二是美国会在联合国召开会议 提案要在乌克兰西部设立维和区 三是美国和北约会公开宣布 派遣军队保护乌克兰西部实现维和 事件发展具体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